大家好 今天一個簡單的教學 教大家如何在 Honor Magic 4 Pro 開啟數字徽章的顯示 預設收到訊息和通知時 只有一個圓點通知你有訊息或者有通知 很多朋友都想教授這個數字 但不懂教授 現在教授大家 首先在通知列拉下來 拉完之後有一個齒輪按下去 之後在這個設定中拉到最底 按關於手機 之後上面有一個版本編號 我們一路按一路按 開啟開發者模式 按好多下之後 他就會打開開發人員的模式 可能他會問你電話解鎖的密碼 你照入給他 這樣就可以開啟了 開啟了 開啟完之後我們返回出去 再去回設定中的系統和更新 然後我們就在最底的位置 看到開發人員選項的 按進去 然後由頂開始慢慢拉 大概拉到這個位置 落一點 大概拉到音量鍵和電源鍵之間 那個位置 有一個叫啟用數字徽章圖標 預設就沒有開的 我們要開回它 開完之後 我們就返回出去 反回兩次 來回設定中 最出的那一層 我們就再找回通知 在這裏 通知入面 就有這個 主屏幕徽章圖標 按下去 預設就是這個 原點徽章圖標 來的 我們按下去 就可以選擇 數字徽章圖標 剛才開發人員選項 我們打開了才會有的 不打開就沒有了 當然你想選擇回頭也可以的 選擇圓點 或者選擇 數字 兩個都可以 之後我們返回出去就完成了 之後你見到所有這些 譬如有email有很多個 那時候你見到有數字在這裏 例如wechat又有 Whatsapp那些都是有的 數字顯示 就清楚二明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朋友 再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旁邊通知那鐘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